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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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Enter 歡迎收看Enterbox的Computex 2019特別節目 這次我們到南港展覽館 一館四樓的Chermotic攤位 攤位編號是M0120 由四樓M區大門進入 映入眼前的就是耀月的攤位 絢麗奪目的RGB燈效 讓你完全無法忽視 我們馬上來聽聽他們的介紹 大家好,我是Enterbox 今天歡迎Enterbox來到Computex 耀月的攤位 今天是電腦展第三天 先跟大家快速介紹一下耀月 耀月Computex基本上是 今年剛好是我們的20週年的慶祝 我們其實是從散熱器起家的 今天過20週年我們發展了 機殼、電源、散熱、記憶體 以及電競周邊就是鍵盤滑鼠耳機 到現在 這邊很高興大家今天有機會來看到 要因為我們這邊看到 因為我們剛剛講清楚20週年 這邊可以看到一系列十幾台的改裝機殼 都是用我們20週年Level20的機殼去做改裝的 主題從初音到皮卡丘最近很紅的 到各式各樣的改裝概念通通都有 那等一下我會帶大家進去裡面看看 我們今年在Computex展出的最新產品 很高興我們現在進來 我們看到第一個主題就是我們的機殼 我們的機箱部分剛剛講到 我們延續20週年 我們有Level20系列 那今年一樣我們延續Level20系列呢 我們有一個新的叫Level20HT 有黑色和白色的系列 那其他的樣子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是蠻特別 跟一般機殼不太一樣 除了有很多的空間在內裝 可以去做水冷的散熱之外 它上面這幾面通通都是用強化玻璃 所以在透視感看到機殼裡面 組裝概念的感覺其實相對的更好 那除了這樣經典的機殼以外 我們後面還有一些比較經典的款式 OK 除了剛剛經典的系列以外呢 我們也有一系列比較Elegant 然後是用金屬材質做的機殼 像這一台就是鋁 全鋁的上蓋跟前面板做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實沒有過多的線條 相對非常的簡潔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A700系列 那後面看到的還有A500 A4500 S300 這兩台都是鋁系列的 後面兩台是鐵的系列 那相對的其實就是 以大小尺寸來分的話 700、500是比較大的 那500和300尺寸就相對比較小 所以針對歐美的使用者玩家 跟亞洲的使用者玩家 家裡的空間大小不太一樣 不同的尺寸也適合不同的使用狀況 那這一些都是比較簡潔設計的機殼 相信對於很多喜歡 簡約風的消費者來講 會是很好的選擇 我們來看到電源的系列 電源呢一樣 我們耀曰在電源方面 也是累積非常久的實力 那這邊可以看到是我們今年剛發表的 TOP POWER 1200W的PF1 所謂PF1就是白金牌的系列 那它特色在哪裡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除了上面帶有RGB的風扇以外 它的旁邊的側板也是有帶有RGB的燈板 而且兩面都有 兩面都有 所以不管你在裝機的時候是POWER放在上面 還是POWER放在下面 你都可以看到很漂亮的RGB的燈光 那另外一款是GF1 它是金牌的系列 它就是只有上面的風扇的部分有RGB的燈 所以白金牌跟金牌我們都cover到 那這邊呢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實際裝機起來的樣子 我們全部都是做主板聯動的燈光 所以不管你是用華碩、微星技嘉還是華晴的主板 你都可以去做聯動 那聯動起來燈效 大家可以看起來整機的效果就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來看到散熱的部分 散熱的部分其實 以耀月來講的話 我們一直以來都有在做蠻多的型號 那現在在賣搭 很受歡迎的就是我們的Flow系列 那今年在電腦展我們也推出新的Flow系列 叫Flow DX 就是DX 那我們一樣會有三種尺寸 從240、280到360 那它其實跟以往的 all-in-one一體式散熱 和其他經濟對手最大的不同在於 就是我們的風扇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水冷頭會發光以外 它的風扇其實燈效是兩層的 外面有一層裡面也有一層 所以不管你從哪一個角度去看 你都可以看到風扇的燈光在裡面 那散熱效果自然不在話下 所以這一系列就是我們現在很受歡迎的Flow系列 我們在升級的風扇 讓它燈色的效果更好 那如果是玩DIY水冷的玩家 O-in-one可能已經滿足不了你的需求的話 我們的水冷組合包會是你最好的選擇 我們原本就已經有一系列的C系列的銅牌組合包 和M系列的鋁冷牌組合包 今年在電腦展我們又推出了CL360 Max 也是同冷牌360的 而且是全部囊括所有RGB的產品在裡面 所以就可以用我們自家的生態系 TTRG Plus 去做軟體連動 控制你所有的燈效 對所有DIY玩家來講 就會是非常棒的一個選項 現在來到最重要的一個產品 今年躍躍在電腦展的時候 我們就發表了我們的記憶體的第二個新產品 叫Toughran RGB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Toughran RGB 是我們的第一款Gaming系列的RGB 之前大家看到在CES今年1月的時候 我們有發表Waterran是水冷的記憶體 那這是我們進軍記憶體這個市場裡面 第二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款記憶體 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實際亮燈以後的記憶體的樣子 其實在燈色方面 或是在散熱片上面的設計 其實都非常的漂亮 那燈光的效果 其實跟我們剛剛前面介紹到 所有RGB的產品都一樣 可以用我們自己的TTRG Plus 生態系的軟體去控制它 那時脈的部分 我們從3000、3200、3600 我們通通都有做 那8GX2的兩條裝 跟8GX4的四條裝 我們通通都有準備 所以相信 因為我們累積這麼多年的 在PCDIY的經驗 我們進軍記憶體 相信一定可以帶給許多玩家 非常好的一個產品體驗 最後我們來到這一站 是我們BATTLE STATION的區域 那其實 剛剛前面講了很多的產品 組裝起來 給大家一個完整的電競體驗 是我們一直想要呈現的 那在這裡其實可以看到 我們除了剛剛講的 我們有機箱 裡面有所有的散熱風扇 和電源是RGB之外 我們的鍵盤滑鼠耳機 滑鼠電 耳機架 到椅子 電競桌 我們通通都備齊了 其實消費者想要的 玩家想要的 就是一套完整的體驗 不只是一個系統 或是一個散熱 一個電源 或是一個鍵盤滑鼠耳機 那我們今年新推出的電競桌 除了有RGB的效果以外 它還是電動的電競桌 這邊有按鈕 可以讓你去做升降 然後有四組的記憶 可以讓你去符合你自己的高度 去記憶起來 所以它其實在升降方面非常的方便 那針對不同高矮 升高的玩家 或是你的體型不一樣 歐美或是亞洲的玩家 你都可以自己去調整 那它沉重也是非常的重 所以你放一台系統 兩台系統 放一個螢幕 兩個螢幕 通通都可以使用 寬度也非常的寬 那燈效也是整合的 所以我們相信 今年在BATTLE STATION 這部分一定會給 有機會來到現場玩家 一個非常好的電競體驗 謝謝